大爱新闻持续关注日本强势 再次的邀请您跟着画面持续祈祷 把单心化为爱心 而世界各地的慈祭志工就也把伤痛化为行动 发起了木息木款 在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 志工唱出了对受灾民众的爱与关怀 在美国北加州志工到处奔波 只希望慕人人一份爱心 还有收容所的街友 尽管经济状况不好 还是热烈响应捐款 贫困当中可以更看到大家的爱心 希望能够凝聚众人的爱心 一善破千灾